橄榄石是八月的圣神石 对吧 一年四季中 除了二十四解析之外 它是在物理的层面上 是最炙热的 太阳能量是 对我们感受到 是最强的 所以我就是等于是 中间我用橄榄石 去作为一个太阳的象征 虽然太阳是 不是炙烈的 阳光 黄色 红色的太阳 但是我觉得 绿色它是代表 一种生命的 一种希望能量 那就是我心中的太阳 那么它呈现了那种光芒 和整个我给它的空间感 这种变化 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呈现 对吧 就是你生命要有变化 要有这种无尽的可能 包括我点掘了很多 这种小的素食 是有呼应 另外就是我还用 很多天然的水 包括旁边的被五 其实是万变不离其中 又有中国的哲学 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 并不是一个单层的 它就是一个雕塑 它就是一个有造型的 很少有看到 蛋面能够让橄榄石 那么浓郁的 是的 我底下做了一个小小的绳子 就是一个整个塑金的一个乘作 就是在金的后面下 它的颜色更绿 包括我们长白山的 这样的橄榄石 它的这个净度 浓郁度 它的克拉数 是给我们艺术家 设计师 很大的一个空间 就是它能够 在上端 给我们一个 不封顶的一个设计之后 那我们能够去 最好把我的想法 去呈现出来 后续有机会 我觉得开始也做大 做得很大 对 它如果要做大 那简直就像银河戏一样 这是中间最中心的那一刻 能够过大 那个可以是组合吗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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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